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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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有九個小朋友都會學習Phonics 但為何Phonics會成為大趨勢呢? 以下一連三集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一些關於Phonics的基本概念 立即請SIR出來 為何學Phonics那麼重要呢? 其實有兩個重要性 第一就是可以令到小朋友 在讀、寫、聽、說 四方面都可以大大提升 亦都可以令到他拼寫一些 他不熟悉的英文字 史丹福大學裡面在1971年 他就做了一些分析 他調查了一萬七千個的單字 發覺了有接近84%的單字 和他的字母的讀音是相對應的 所以當小朋友能夠大大去 提升到他們的發音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更加信心更大 而第二點呢 就是當小朋友 他們學了Phonics之後 就會令到他能夠和外國人溝通 和信心亦都會更加大 和大家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小朋友 他去外國的時候 去一些快餐店的甜品站 他就想去買甜筒 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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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說了Corn Corn 即是熟米 所以當學懂了Phonics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更加大信心 能夠可以表達到一些正確的英文單字 多少歲學才叫合適呢 其實我們去學Phonics的時候 就沒有一個絕對 由多少年齡開始去學 不過我們一般而言 都會建議三歲開始去學 因為他就會有更加多的時間去練習 當家長去學Phonics的時候 一般都會建議先去第一個步驟 就去讀了A-Z 26個英文字母裡面的一些發音 而家長呢 亦都可以去用一些我們的Phonics Card 一些發音的讀卡 就可以去問一問他 究竟這個字母怎樣讀的呢 當他慢慢熟悉之後 第二個步驟 他就可以去慢慢把三個字母的一些單字 就是去叫小朋友慢慢拼寫出來 例如CAT 又或者DOG的話就可以拼到DOG 如果第二個步驟都順利的話 就可以去到第三個步驟 就會將一些四至五個字母的單字 都可以試一下拼寫出來 有一點很重要的 當我們學這些Phonics的時候 我們都盡量避免去到很遲才學 因為這樣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會太遲起步 就會缺少了很多練習的機會 而第二 如果可能來到成年人才學Phonics的時候 那很多單字呢 其實你本身已經有一個記憶在裏 如果你都有興趣去學Phonics的話 下集我們就會教響音的部分 記得留言加一 下集我們上課再見 再見 再見 opposite 有一點 Story 被從 Fate Bev 是 Там